悬梁刺骨 头悬梁 锥刺骨 笔不教 自勤苦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汉朝的孙静 为防止晚上读书时打瞌睡 而将头发用绳子 吊在乌梁上 战国人苏秦读书困卷时 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他们没有老实教导 却能自觉的勤学苦练 再读一遍 头悬梁 锥刺骨 笔不教 自勤苦